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门去年12月获中央批复明确水域管理范围 有助推动海洋经济发展 但环保局上月发表《澳门环境报告2014》显示 澳门沿海水质有转差迹象 部分监测点污染评估指数均超标 黑沙环泥滩发臭 筷子及北湾大批鱼类死亡 其中内港的污染超标最为严重 澳门是个海滨城市 面向广阔的海洋 从历史上看 澳门数百年发展的过程 都与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 海洋对于澳门的生存和发展 无论是过去 现在或将来 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 由于经济的发展 和人口的迅速增长 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大增 大量污水未经处理 就直接排入沿岸海域 已经超过了澳门沿岸水环境 和容量的水体自净能力 使沿岸水与海水变黑发臭 如果现在还不及时治理 就会直接损害海洋生物 破坏渔业生产 危及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这种情况 已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 时事众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学霆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施加伦 欢迎施加伦 你好 大家好 以及具贤同心协会 副理事长林雨涛 欢迎林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关本澳污水治理 与废物回收等相关问题 澳门沿岸水污染情况日趋严重 黑沙环泥滩发臭 快速及北湾的大批鱼类死亡 那么内港的污染也是严重超标 其实这个种种的情况都表明了 本澳县市这个水污染治理 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 对曾经是怎么看的呢 议员 我想刚才主持人所提的地方 基本上是那些 我们叫做在来港里面 包括在来港里面 那些水的流动 流动性比较低 加上在我们旁边 在居住密度比较高的地方 很多包括食市、居民 因为我们大厦里面 有清水及污水的两条渠 基本上清水是直接排出海的 现在包括一些市民装修 或食市装修 基本上有些可能在师傅方面 水渠没有迫到污水渠道 直接迫到清水渠道 排出海 形成了现在我们的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本来已经是 我们叫做死水一潭 因为水流动性已经低了 加上污水排出海 便变得非常臭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A区那边来说 在我们关习这边 这个地方 我估计基本上是要等到 A区填完之后 将来看看如何活化 令到水渠或水流动进来 这便更好 曾经有很多环保人士 一些团体亦有意见 是否将我们在那个位置 做一些湿地 令到环境更好 或是在北湾填做公共设施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建议 在这方面政府应该针对 现在在短期内针对这个情况 去考虑一些措施 现在才能解决问题 特别我们这次在立法会 官员也说过 其实现在在家居排污水出来 是很难捉取的 基本上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执法 因为基本上装修都是屋内 在渠内也在屋内 基本上没有办法执法 所以在形成 我觉得在这方面 除了加强执法之外 我觉得宣传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可能很多人居民 我家装修 我怎知道哪一条是污水渠 哪些是清水渠 基本上装修师傅 可能比较清晰 所以我觉得加大力度去宣传 会比较好 好的 其实此次涉及的污染 是多为沿岸地区 其实这与市民的生活 也就息息相关了 其实这个水污染 会否造成一定的连锁反应呢 李先生 另外就是说现在来看 如果不及时处理 会否越去严重呢 其实确实是会的 因为其实刚才私疑员 都将现况都有分析了 其实方向上我都是认同的 其实我自己就会这样看 可能我们真的需要从三方面去着手 第一方面可能就是 我们必须要从污染源 去着手去截留 怎样说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沿岸污染 当然大家 例如在黑沙环很多地方都会见到 我们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污染累积 它的底泥 我们叫底层 它是会累积大量的污染物 这个其实确实我们需要去处理 不过其实如果没有大变化 其实沉在下面 如果加上有水浸住 其实没有什么臭味 可能居民感官上未必有大影响 但更重要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抵泥 其实就是原本应该不断有污水 流入我们沿岸 而出了问题 其实按照澳门的一些渠网设计 澳门比较很多地方都很先进 其实渠网 但应该理论上所有污水 都会排入污水厂处理之后才出来 当然我们污水厂的处理能力 以及它的运作我都有其他质疑 不过至少它应该去污水厂处理 但其实居民现在看到 澳门很多沿岸都会看到一些渠口 其实这些大部分 其实理论上全部都是一些清水渠 但这些清水渠就是说 譬如家居上露台 天台收集到雨水 其实就会通过这些渠直接排出 因为这些水理论上没有污染 但我们又看到 这些雨水渠或清水渠也好 其实本身应该下雨才会有污水排出 但我自己都包括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澳门沿岸的所有清水渠口 其实在天气情况下 都会持续有些水流出来 其实我都了解过情况 一方面刚才司员也提到 可能是一些食股或其他商铺 其实它挫折了 将污水渠接进去清水渠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很多时我们大厦的住户 一些骑楼 现在都市建筑总规章 骑楼或天台的一些去水位 我们叫地楼 其实就会接进去清水 但问题是澳门居民很多时 又会习惯将一个洗衣机放在露台 其实洗衣机放在露台 我相信没什么居民会再将污水渠 不过后便搬到厕所或其他地方 大家可能会用到露台地流 一直可能持续有些洗衣污水流入 洗衣污水是否很骯髒 不过大家可能用洗衣粉 其实也会有很多污染物 另外更加严重的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天台一些潜建的时候 亦可能没有将所有生活起居因污水 搬到污水 因为潜建始终是太方便 可能搬到清水渠 这些都是可能 持续会将它流入我们沿岸的因素 因为它经过雨水或清水渠 我们要怎样做 当然刚才阿思源也说得对 要逆流而上 加上我们很尊重私有产权 是否很容易找到谁搬错渠 我相信这是很难的 但我觉得从新的法律制度上 包括建筑都市总章程中的技术篇 其实它里面应该要清楚 包括我们行常生活习惯的露台的地流水 是否仍是搬入雨水渠 而天台 其实天台是合理一点的 因为可能真的会收集大量雨水 但我们是否能有效制止一些继续潜建 这些都是一个源头上做起 但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我们可以在现有的雨水渠里面 去做处理 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控制上游的污水产生 其实我们亦都可以将这些污水 尤其是白天 即我们叫阳光天舞落雨时 其实将这些雨水渠里面的污水 截流去到一些污水床 我相信这样做是可以 减少到一些污水直接流入沿岸的一些方向 另外其实还要做的什么 就是可能要清淤 就是说里面很多污乙物积聚了 我们如何处理 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去思考 我们如何清淤 清淤我们从技术上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我们可能种植一些红树林 因为植物本身有复杂的作用 可以将污染物收集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们的南西环户填了海之后 很多居民都有跟我投诉过 为什么民主下面种很多海藻 然后把海藻又斩了 其实这个本身是生物清淤的方法 就是通过种植物 将它里面的污染物不断不断就吸收在植物里面 然后清理了植物之后 它就再生长 这个是一个 生物方法 其实最环保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可以清淤 当然了 再积极一点 可能就是我们用工程的方法 但可能对生物的影响就会较大一点 好的 谢谢林先生的这个建议 其实另外呢 我们也是知道呢 澳门去年12月也是获得中央批赋明确水域的这个管理范围 推动可持续海洋的这个经济发展 而此次呢多处的这个沿海地区的水质污染 都是未来开发的这个水域 其实会否对于我们这个海洋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明显有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作为我们都有去外面去旅游 我觉得我们要玩水上活动呢 都是选一些清水或者舒服的地方 如果你来到玩水上活动 你就会闻到臭味 我估计这个会大减大家去玩意欲 特别是将来我们 特区政府也都说我们将来这80平方的海 就是叫做水域 基本上也都有个明确就是将来怎样去做我们的海洋产业 其实其实也都加大我们世界旅游行中心 在海上旅游的部分去加强它 所以如果在沿岸 我们好像现在特别是我们发自己的游艇会 北湾游艇会那里 基本上你走到去你已经是 已经是闻到一阵阵的味道 我相信这个是真的非常之 减低这个旅游的意欲 所以这个是绝对影响的 不用问的 好的 其实刚才林先生也是说这个排水系统方面的一个问题 我就想问了 就是具体这个实施 其实它是有没有人监管的呢 在这方面 其实现在很明显 渠网的责任应该是民政总署 不过其实澳门的始终都是一个多部门管理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可能如果食股是一个民主发牌的 都是旅游局管 不是 都是民主管 但亦都有食股是旅游局发牌 亦都有一些外卖食店 我们只是单讲食股 当然还有其他产业 是由不同的部门包经济局去管理 所以其实从源头监管有分 另一个就是渠网的行常管理 确实是民政总署的责任 但亦都反过来 那些渠网的兴建 可能是大型建设发展办 或公务局的工程 所以其实都会衍生到很多协调的问题 例如设计是否符合日常应用 这些我想都是值得关注 但我自己会再去看 其实你提到一个好的问题 其实早一两年左右 黑沙环沿岸曾经有一段时间 大家觉得很臭很臭 居民就很辛苦 每天都闻到臭尾 其实那次是什么情况 就是因为污水渠本身是一个奔放坏 然后民主就没有后备系统 然后就只有将污水直接排出沿岸 令到那个情况更加恶劣 亦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然民主是有立即进行一个 近急的工程 去将影响时间减到最短 但都达了整个两个星期 但我正正反映出问题 为何我们在渠网上 没有任何后备系统可以调缝 渠网的损坏我相信是必然的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系统 可以百分百任何时间 都能够去运作 我们必须在任何一个系统 渠网也好 都应该有后备系统 或者转驳系统 避免我们出现什么问题 又直接排出海 这些都是从提升渠网的安全系数 各方面要考虑 但从长远来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 比较好的办法 就是刚才司员也提到 其实快智基北弯 现在的情况是有好转的 如果对比是几年前 因为基本上 快智基北弯已经做了 我刚才说的截流工程 所以现在快智基北弯 当然它还有些臭味 是一些其他抵泥上的问题 所以它又会有死雨各方面 其实这个状况最重要 就是做好清淤 而截流已经做了 做了截流 现在就要做清淤 而在特沙环 我们看到截流未做 清淤亦未做 所以我想不同的沿岸 我们已经有不同的办法 但都是离不开截流清淤 然后我们如何提高整局 安全系统减少污税排入 我想这三点 其实是必须要跟着做 但现在就是说 以前清淤的时候 政府经常说 我们未有水域管理 我们要跟我们协调 但其实我们去年都跟他说 中央都一定说 去年年底就会给水域权利 你应该有快计划 去做定规划 今年立即下手做 其实民主 应该是环保局 还有有关部门 其实是黑沙环沿岸 已经会进行清淤工程 但清淤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它必须是截了污 再清淤才能够比较长远解决 我想其他地方类似的 其实我们都要做好规划 令到我们的原案环境 能够得到保护 好的 那么相关议题 我们也是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以缘讲座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 时事争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我们继续来探讨 其实除了这个污水之外 废物回收也是污染治理的 重要一环 早前有议员在立法会上指出 这个环评显示 本澳废物资源回收率 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其实施议员您是如何看目前 这个废物回收的成效 其实在这方面 费物回收方面 我觉得是很缺位的 政府有没有 我们用这方面讲 政府有没有做 政府有足 包括宣传各方面 都是有做的 在推动方面 其实力度缺乏了一点 而且在这方面 你看看我们当时政府 也有资助一些团体 做一些回收分 从2011年到现在 其实垃圾回收 最可以用的之外 的回收只有1100吨 1100吨 和铁罐大概是200万个左右 其实我们每天的生产 垃圾量大概每天是500吨 所以我们现在的回收量 是非常之少 如果跟整体垃圾来说 是不到1% 如果可以从另外一个 可以再用的 即是回收可以再用的垃圾 大概都不到20%的数据 在这里就是说 可以说 如果是用澳门人口来计 每一个人每天 要制造的垃圾 大概是两公斤左右 所以这个量是很大的 可以看得出 其实我们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 还有有待提高之外 其实还要加大力度去推广 大家都知道 垃圾回收其实在两大方面 就是几大方面要做的 第一就是在前面最早的 就是源头锦牌 第二就是宣传 你锦牌第三周 就是宣传后如何处理 我觉得这三个步骤是比较重要的 政府特别是现在我们 我都想说回环保局 在这方面的工作 有做 不过它很多位置 我觉得第一缺位 第二在整体的 我觉得它的权衡 也是有限 所以在这方面 期望我们将来 在环保局这方面 可以多做工作 政府方面多做工作 好的 那么其实在之前的立法会上 有议员就质疑了 政府做的都是表面功夫 这个三色的垃圾回收桶 回收的垃圾最终都是混合处理 其实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林先生 其实呢 我又要说一句公道说话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会有亲自去看过一些回收桶 其实居民区的回收桶 其实情况比较好的 甚至乎不少的居民和我反映 其实我们那些居民区的回收桶 其实不够大 我们存在一些报纸 或者其他一些回收品也好 其实都放不进桶 其实我想这方面 其实政府也有听到意见 你见到居民区里面的回收桶 都会增大 但我也觉得增大 空间也不够 但如何规划好一些 其实不一定是桶 我们摆好它就是了 我想我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 但另一个重点就是 在旅游区的一些三式桶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其实你们自己都可以去揭开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亲自去过 很多传媒问过我 其实我也有叫大家去看 其实他们也有拍照 刚才我都跟嘉宾分享了 其实那些在旅游区的回收桶里面 其实里面已经变成一些普通的垃圾 里面可能一杯汽水 一杯汽水 纸杯装就串了 纸回收桶里面 其实里面是没有回收价值的 其实可能工人见到一代这样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办法再回收 可能大家有没有看到内容的时候 就看到其他垃圾混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想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所以我想大家也不可以 因为这些个别的情况 就说我们完全没有效 其实澳门的资源回收 我相信要分两个层面来看 如果你从自己去比的话 近几年资源回收量是有所增加 但我也要客观地说 如果跟我们其他世界先进的地方比较 亦都是一个很差的比率 怎样说呢?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近年 香港对一些三堆一劳 其实也有很多争议 亦都大家质疑香港政府 在资源回收上的落力程度 但是大家要知道 香港现在的资源回收率 已经接近50%了 但是澳门 按照它的环境保护规划的2010到2020 去到2020年 我们才是争取到45%的资源回收率 其实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不过也是很现实的数字 因为确实 我们去到现在都是未达标的 我们去到2015年要求是25% 我相信绝对未达标 2014年我们亦都是不达标的 所以其实我们看回整个回收的方向 我们必须找出路 刚才施言说得对的 为什么环保局没有权力去做 因为我们没有法律去配到 我们的一个循环再造的政策 我想这就是需要一些立法各方面的处理 但我都认同有些东西可以兴致缓金 其实我一直都强调 本身澳门在资源回收率要提升 有一个很明确是可行的出路 其实就是一个储余回收 我们看我们的统计数据 其实环保局民主都有推动一些储余回收 他去年跟我们介绍的时候 他就说他们历年来处理了 接近387吨的厨余 接近400吨 但其实我们现在 每天混入焚化炉的垃圾量 已经有1200多吨 2014年的数字 当中其实三到四成 即超过400吨就是厨余 意思是什么呢 环保局和民主历年做了这么多的厨余回收计划 都不够我们一天产生的厨余 这个就是反映到我们的宣传教育是有做的 问题就是我们实际的效用有多大呢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所以其实澳门大家都知道 我们如果有400吨的厨余 其中以澳门的一个分类来计的话 其实可能有超过一半都是商业的厨余 尤其大家知道澳门是一个旅游一行城市 澳门的自助餐在其他地方都很出名 而一些自助餐的业者 自己都会说 其实它的食材可能有三四成都是浪费的 第一我就在想 自助餐上政府如何推动环保酒店计划的同时 鼓励他们将未变坏的 仍然是可以食用的 例如面包和食物如何转阵有需要的人 不要放置是最环保之一 另外我们就可以考虑 真的有厨余的时候如何集中回收 现在我们规定所有酒店食肆都应该将它的垃圾自己送去 指定的回收点 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是焚伯露 指定的点去处理 其实只要我们政府要求食肆去分类一些厨余 当我们400吨厨余有一半是生活有一半是商业 其实这一半的商业垃圾理论上就可以送到 去指定的厨余中心处理 其实如果百分百就可以减少两成垃圾量 就算打折扣一半 也可以减少一成垃圾量 而我们过去做这么多年都只有20%回收率 如果我们去到三成其实本身是非药 其实这些不见得有什么困难 因为你本身是有很多法律的配套 而厨余回收或者循环再造 也是很成熟的技术 其实环保局又不是没有听到的 其实去年他又做了伟民顾问公司 做了一个研究 亦都是干式 湿式的厨余都有研究 去年就应该有顾问报告 今年就应该有决定 我希望他们不要以遇不决 因为厨余回收 我相信是澳门其中一个 是可以即时见效的支援回收方法 所以我想这里其实本身就应该要落实 当然长年来说我们怎样推动各方面的整体支援回收 包括电子费物各方面的 我觉得仍是可以有很多空间去做的 但是先而后难方面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其实政府也都知道的 问题就是 行不行呢 何时能行呢 我想这个都是我关心的问题 好的 没有错 另外呢 我们也是知道在这个经济的调整下 废物的回收行业呢 同样是面临着租金人工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其实政府应该如何的去支持 使得这个废物回收的行业可以持续有效的去发展呢 我刚才补充数据 我刚才说每日的量是500吨 其实那个是回收箱的 每日的回收箱 除了阿涂哥刚才所说的 每日有千多吨的垃圾 其实回收箱每日回收是500吨的量 所以这个回收箱的量是挺惊人的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想回收箱现在所迫切的一个就是一个地方的问题 他们牵涉的是因为处理这些大量的垃圾 就是我们叫做回收的 可以再用的垃圾 基本上是需要一个地方 每日有500吨 你看它要多少 我们所说的纸皮等等 这些都已经要很大的地方 其实它需要支援的就是地 就是一个地方 以澳门来说 我们现在的地方 如果要拿地给他们做 政府又觉得没有地 回收箱也觉得 甚至我们一些市民觉得 我们的公共房屋 有些地是为何不可以给他们做 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 信任度的问题 政府也很害怕 我现在借了地给你 第一 因为你是做生意 我要为你做搬迁 你将来要搬迁 我又要为你想办法 现在我没有理你 最起码你的行业 你自己去经营自生自免 我现在借了地给你 将来你是牵涉到我要用这个地之余 我又要牵涉到一个搬迁的问题 所以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 从政府的角度 我做多是错多 我借了地给你 突然我收不回市民就骂我 这是很现实的步伐 如果这个业界 其实我觉得政府与业界可以更加多的沟通 因为我们很老实 现在就算我们政府所做的一些回收的动作 其实最终都是这些回收商去做处理 靠其做处理 所以在这方面 回收商业也很害怕 万一如果政府将来也有一个信息 为什么要多沟通 多去引导 将来的行业怎么走 因为政府又推出说我们将来区域合作 把垃圾也好 把有用没用的垃圾也好 我都会去大陆处理 回收商业又很害怕担心生计的问题 因为特别我们可以说现在在做的一些从业园 其实文化水平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它牵涉到将来生计的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政府 跟回收商这个沟通 可以看到 从上次的事件我觉得是非常不足够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始终都是要怎样支援他们 第一多沟通 第二就是地方的问题 好的 那么希望政府可以在环保的目标的愿景中 不断优化加强宣传环保教育 务求给大众一个绿色的澳门 今天多谢施议员以及黎先生 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